總統出國來拚多久隨行的國安領館 所以也順便拚經濟 帶回到九千多條未遂的分聘 面對國安領館 沒有出這個訪問 市長安委提出 我面對面提出問題時來說 因為處理台頭這麼重要 不能來投票也要請去做調查 想說結果警察要勇敢對外做稅民 那總統府或者是國安局面對的方式 除了要告訴大家社會大眾 這個是過去以來的一個肉息 但是肉息之外 我覺得其實如何亡羊果勞 才是讓國人可以接受的方式 蔡總統他的立場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對這種事情 他不會去迴避也不會去包庇 那既然總統都已經有 不迴避不包庇的立場 我覺得其實國安局跟總統府 盡早把這個事實做行政調查 調查結果向社會公開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政敗 今天來說這家家到底是 真幾年總統都有 還是說現實比較有要查清楚 不管関西的戰績到哪裡 我們要查到地 只要說總統順口 在乎你的態度 那我相信蔡英文總統的態度已經很清楚了 那接下來就是行政調查最後的結果 那如果是明快的 如果有很多很清楚的這個結果讓社會大眾知道 而且宣示未來改革的方向跟具體的做法的話 我覺得其實這個失分是有限的 只要來說 國安局分數怕特效對的選議者先影響 如何將影響感到最多 因為處理態度和處理的聽到和速度都很有關係 所以這邊請問等一下 給我們解釋文部的